好 刚才在第二段 作者陈述了当代教育中的重大的弊病 就是缺乏在原始社会中那种接受教育的平等起步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那么下面在第三段里面 作者进一步非常恳切地指出了当代教育的弊病 还是借古来讽心 用古代原始社会教育的完全的平等进一步指出当代教育中 不平等没有使每个孩子获得平等起步的这个权利这么一个最大的问题 咱们下边来看第三段 先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它说 It is the ideal condition of the equal start which only our most progressive forms of modern education try to regain 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观结构 这就是平等起步这个理想的状态 这个ideal这个词 形容词本身就是最高级了 理想的没有更理想的最理想的 中文中可以这么说 但英语中的ideal就类似perfect 完美的 最好的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威士尹大单是定义从巨来 修饰前面那个平等起步这个理想状态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最前进的 进步的类型的当代教育 试图恢复的什么就是平等起步的状态 进一步 借骨奉进 说明古代教育完全平等 当代教育尽管看似先进 就丧失了最基本的平等起步这个根基了 这里边语法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就是我们注意一个词就progressive progressive 形容词是多意思 在本文中是进步的 先进的 进步的 先进的 叫progressive 它当然来自于这个动词或者名词的progress 名词都用progress 动词都用progress 就进步或前进 进步的我们叫IVE就好了 你想progressive political party 一个进步的政党 progressive ideas 表示进步的思想等等等等 这个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pro这个字头本身表示forward 向前的意思 而后面这个G-R-E-S-S 这个gress 这个字根本身表示to walk to go 走路 往前走 刚好往前走不是进步的吗 pull是向前 gress是走路 往前走 非常好记 你像我们类似的形容词aggressive aggressive可以表示有闯劲的 有进取心的 或者是表示侵略的 什么进攻的 侵略的 侵略的 可以用它 或者抱一词就是有闯劲有进取心 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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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雄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gress 表示走 这A开头的这个ag啊 ad啊等等等等 A开头的这个字头 一般可以表示去 去做模式去 这为了凑着音节 两个g放在一块了 这A可以表示to do 动词不定是for to 去往前走 去走去 一直去走 去走 去走 你看 有闯劲的 有进取心的 就是美美的 打蛋的 往前走啊 有进取心的 或者侵略的 进攻的 往前走嘛 你像regressive 咱才能猜到表示退步的 后退的 因为gress 走 re 这个字头可以表示back 回去 往回走了 退步的 后退的 叫regressive progressive 进步的 aggressive 表示有进取心的 有闯劲的 或侵略性的 regressive 叫退步的 后退的 这就好记了 这是我们那些 最最进步类型的 这个当代教育 试图恢复的 这个平能起步的状态 re regain 就是恢复原状 这个在生活中 经常好几个动词 跟他替换 怎么复习 尤其是这几个 re gain recover restore 都是恢复原来状态 这个意思 我们经常做这些搭配 比如 regain restore recover 比如说可以跟 one's health 恢复某人健康 one's side 恢复视力 one's consciousness 恢复了知觉 恢复了意识 one's balance 恢复了平衡 one's computer 恢复了24个讲过 恢复了镇静 镇定自若的状态 这几个一般搭配里面都可以替换 都是恢复了 试图恢复的 理想起步的状态 其实在原始社会早就达到了 好 下一步继续分析 在原始社会为什么有这么一种完全的平等 我们来看第二句 看屏幕 in primitive cultures the obligation to seek and to receive the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is binding to all in primitive cultures 在原始的文化中 就是在原始社会 这是一个地链状语 the obligation 这个责任 或者这个义务 什么责任呢 后面那个黄颜色的 协体姿态下号线的 当然是后制令于修士obligation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责任 就是寻求 并且获得传统教育的这个责任 对每一个人都有约束力 无论你是酋长 还是部落成员 都要去追求 或者去 并且去获得传统教育 每一个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平等起步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binding 在这 要翻译成有约束力的 就每个人按照这个风俗 或按照制度 按照法律 必须这么做 这是有约束力的 这里面有一些搭配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obligation obligation 我们经常说 有义务做模式 没有义务做模式 这是咱们写作中 也是一个五星级的搭配了 有义务做模式 咱们可以背一下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这跟中文搭配一样 可以用有 那同样的 我们说有义务做模式 也可以用这个搭配 就b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也是表示有义务 好像在这个义务状态之下 含义是完全一样的 那没有义务做模式 首先have an obligation 可以换成 have no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没有义务这么做 be under an obligation 相应的可以换成 be under no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没有义务做模式 我的语气更强的话呢be not under any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but no 换成 not any 拆开 这语气就更强了 比如说这公司根本没有义务给你提供一份工作 对不对 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吗 你看 好几个表达都行 the firm 可以表示公司了 has no obligation to offer you a job 或者 the firm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offer you a job 或者语气更强可以用the firm isn't under any obligation to offer you a job 这是有义务还有没有义务 固定搭配 咱们搭配记住 这个obligation这词基本写作中可以尝试用了 这个就记住了 好 回到文中 他说这个寻求并且获得传统教育 instruction 就是教育教学 这个义务怎么样 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约束力的 大家说这个binding binding是形容词翻译成有约束力的 就是每个人按照规定 封锁 传统 惯例 都应该这么做 叫有约束力的 比如说unlegally binding document 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么一份文件 legally 表示在法律方面 后面在binding 修饰这个binding 法律方面有约束力的 可以这么说 它来自哪个词呢 我们大家猜也能猜到 它来自绑这个词 bind 本身就是绑的意思 它能把你绑住的 你不做不行了吧 就有约束力的 你的动词本身就本是绑 你看the thief is bound to a tree 这个贼 这个贼啊 被绑到了树上 这个bind 一般过去分词是bound 不会做动词 同样的这个bind跟这个动词端音搭配 也有类似的含义 约束某人必须去做模式 叫bi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binding就是从这个含义来的 当然这搭配可不要翻译成 绑住他去做模式 那绑住了 那就要宰住了嘛 这动不了了 就动不了了 这是约束某人必须去做模式 这是有约束这个含义 可不是绑了 你比如说京都一定数 约束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京都不是东京 东京是Tokyo 京都是Kyoto 协定协议可叫prodigal 你看这句话怎么说 The Kyoto protocol binds each country to reduce the emission emission排放 什么呢 of greenhouse gases 温室气体 它不光是二氧化碳一种物质 还有好多种气体 放在一块叫greenhouse gases 咱们回顾一下 The Kyoto protocol binds each country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es 这是约束某个人必须去做模式 有约束力的 直接用去做binding就好了 所以在原始社会这样的义务 对每一个人 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约束力的 你不受教育都不行 每个人必须寻求并且接受传统教育 那么进一步说 那么后果是什么呢 那么可以怎么样呢 原始社会在这个情况下 反而到没有文盲了 你看在正文端内部的逻辑都是 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 英国嘛 用它来展开嘛 第三句话等于对第二句话就是 那会怎么样呢 那么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都有义务去寻求传统教育 那后果是什么会怎么样呢 第三句说了 原始社会反而没有文盲 看屏幕 这个句子更复杂 There are no illiterates If the term can be applied to peoples without the script while our own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became law in Germany in 1642 in France in 1806 and in England in 1876 and still none existent in a number of civilized nations 在原始维那里 没有文盲 Illiterate 就文盲了 不识字的人 不识文断字的人 这个文盲加了引号 是特殊的这么一个 就跟当代意识的文盲 可能不太一样了 特殊的所谓的文盲 这个两个破特号之间呢 是插入语 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具 所以插入语了 所以如果这个词 the term 叫文盲这个词呢 能够被应用于 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话 apply是应用 被应用于了 对吧 后面apply something to 跟to搭配 people不是人 而是人民民族 我们说不同的人民民族 people是可数的 比如人 它相当于persons 不可数 什么民族呢 without the script 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话 在这呢 这个文盲指的不是 不认识字 因为这个 这些民族本身 它就没有文字 这个文盲表示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原始维 每个人都受过教育 尽管他依然可能不是字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不是文盲 他受过教育 while引起并列剧 while反而轻微转折 跟上面就对比 原始维 没有文盲 而我们的 医务教育呢 while表示 耳是并列剧 并列连词 这个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生死中就说过 叫义务教育 怎么样 在变成法律 在德国是1642年 法国是1806年 在英国是1876年 并且暗暗地引出并列结构 在很多的所谓文明国家 还根本不存在 这个civilized加引号 就表示缝射了 就是所谓的文明国家 现在连义务教育法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文明国家 还不如古代的野蛮人的 还不如原始社会的 那些部落民族的 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把它看清 下面我们看看一些 容易搞错的字 比如说这个script 这就注意 script是个多译词 在这翻译成文字 翻译成文字 比如说 Arab script 阿拉伯文字 语言文字 想象到language 这个意思 而script有多译词的含义 它可以表示 更常见的意思 表示剧本或脚本 就是我们演戏的剧本脚本 还有我们听力考试 听力原文也叫script 因为听力原文就像脚本一样 两位老师在读 我们去考我们的听力 他也可以用script 听力原文 剧本脚本 在这儿是language 文字 语言文字 这个意思 好 另外我们那个义务教育 咱们在复习复习义 义务教育这几个常见表达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是一个 compulsory education 义务教育 或者compulsory schooling schooling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education 一样的 schooling就是education 就是教育 一样的义务教育 用那几个搭配都对 德国1642年最早 法国180年比较晚 英国更晚 1876年 中国是1986年也颁布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就更晚一些了 但是中国在近代时比较复杂 历史原因 但是还不错 很多所谓文明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义务教育 而这是在原社会几万年前以前早就实现的目标 在当代反而这个方面还不如古人的 后面进一步痛臣了这样一个弊端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我们根本就没打得当回事 过了多久之后 我们才意识到 让孩子们接受评论教育是多么重要 你看下面第一句话 依然是借骨来奉金了 你看到当代 我们是多么落后啊 This shows how long it was before we dimmed it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at all of children could share in the knowledge accumulated by the happy few during the past centuries This shows开始 一直到剧末 整个黄颜色的都是避玉从巨 避玉从巨里面 how long it was 这是过多长时间呢 before翻译成才 before是时间状语从巨 但before的翻译 翻译成非常灵活 我们知道就会强调 它所在的这个句子主概 可能是这个时间比预期的要长 过了多久之后 我们才怎么样 翻译成才 这个一会咱们会复习 before的翻译 过了多久之后 我们才意识到 viminous dim是认为了 认为这是必须的 这个it是形式编语 后面necessary是编语不足语 后面的to do开始 一直到静默 带下号线的都是真正的编语 认识到这个东西是必要的 这是用了形式编语 形式编语的知识 咱们再复习一遍 什么时候用形式编语呢 就是真正的编语比较长 经常是肺位动词 像动词不定是 什么do is 分词暖语 或者像什么出现了长长的编语从巨 而且后面编语后面有不足语 没有不足语的话 也没法用形式编语 真正编语比较长是非为动词 而且更多是非为语中的动词不定是 最常见 或者是出现长长的编语从巨 而后面有编语不足语 那就把真正编语扔到编语不足语后面去 原来编语的位置放一个形式编语 it 这是形式编语的用法 为了避免通证矫情 对吧 而认为什么是必须的呢 就是要确保这个事是必须的 to make sure 从那开始的中括号一直到句子结束 中括号里面的那种句 当然是做make sure 后面的一个作为形容词的补足语的一个重句 我们在第三册讲过 这种重句比较特殊 它放在形容词后 补充说明前面的形容词 在这里放在sure后 补充说明的一个sure 与前面形容词共同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这是特殊一个重句 在三册说过 那么要确定什么呢 所有all of children could share in the knowledge 所有我们的孩子能够分享这个知识 这sharing讲的是分享或分担 对吧 好事情是分享的 什么知识呢 小括号里面呢 是后知能语修饰一个知识 这过去分子短语了 accumulated by the happy few during the past centuries 在过去几百年中 有呢 幸运的 非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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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好运的 少数人 所积累起来的那些知识 过去几百年中 教育更不平等了 到了现在 过多久之后 我们才知道 让所有的孩子分享这个知识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而这个重要性 原始人 我们的老祖祖早就意识到了 还是借骨奉剂 我们看到了吧 好 那么这个happy few注意 不能翻译成高兴的少数 得翻译成幸运的少数 happy 我们在三册讲过 可以表示幸运的 我们三册的三十四颗讲 a happy discovery 幸运的发现 这是幸运的少数 就是他们生在了 有钱有失 人家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大多数人 在七八年 其实没有这个权利的 只能干底层的苦力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这里面 首先我们特别要看中 这个before的翻译 before的翻译成财 李老师说过了 强调它所在 句子的主干结构 时间比预期的长 咱发现财怎么样 大家再复习这句话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 meet again 怎么翻译呢 要过很久之后 我们才能再次见面 而不是 在我们再次见面之前 会有很久过去 这不通水 过了很久 我们才能再次见面 还复习三册 第二可十三等一 再来一点 looking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thirteen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看了看表 他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但是大钟 敲了十三下之后 才停 本来敲一下 比预期的长得多了 敲了十三下 翻译成才 那如果强调 主句时间很短呢 就翻译成就 对吧 咱还记不记得那句话 没等多一会儿 我还没等多一会儿 他就来了 I hadn't waited long before he came 没等多一会儿 他就来了 这强调比预期的时间要短 短于预期 叫就怎么样 我们在前面第九课讲过 before有的时候 也可以翻译成 然后怎么怎么样 I shaved before I went to the party 我刮了脸 然后去参加这个聚会 反正然后 在复习第九课 53页的第十一行 53页的第十一行 Alfred stayed in the camp a week before he returned to Anthony 阿尔菲拉德在军营里待了一周 然后返回了安塞尔纳 然后怎么怎么样 before有这个意思 那么有的时候 比较特殊的情况下 before 摄影的发现 宁愿也不怎么样 这是特殊情况 宁愿也不 I would die before I gave in 我宁死也不去 这个宁死也不去 宁愿也不 有的时候也不复 而不要发现 在我屈父以前 我先死 这不同事 我宁愿死都不愿屈父 give in 是屈父的意思 那我们再回顾 在23课 before讲过 有的时候还会发现 直到 类似 until 你看before的翻译多么灵活 咱们复习复习 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132亿的地球到底是 132亿地球后到底是 在这个23颗的鸟的飞行方式里面 And this will ply the short wings with such irresistible power that they can bore for long distances through an opposing gale before exhaustion follows 这个这些就是这些 这个强大的肌肉呢 给这个短小的翅膀提供了 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 以至于它们逆风飞很久 穿过顶峰嘛 能够往前就飞很久的距离 直到最后精疲力竭 before翻译直到也可以 有趣的是你看这个before啊 跟when都可以引导时间终于充具 很多情况下 before这种特殊含义 when也能够充当 这很有趣 尽管before和when意思不一样 但有的时候强调特殊含义时 它翻译方法是一样的 比如说when有的时候 也可以翻译成才 也是强调句子的主干结构 它所在句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比预期的时间要长 翻译成才怎么样 我们看这句话 在二侧的62颗大火之后 新概念语第二侧的62颗 你看 the plane had been planting seed for nearly a month when it began to rain 这个飞机呢 一直都在拨撒这个草子 都过了差不多都一个月了 天才开始下雨 比我们预期的要长 我们希望它快下雨才好呢 就大火烧山之后 怕泥石流 赶紧这草子发芽之后 根可以把土壤给拔住 别让它去崩塌了 但结果过了一个月呢 天才开始下雨 比预期到长 when反映成才 同样的强调主意时间很短 反映成旧怎么样 对吧 也是用Wayne 咱们三测的20克 先驱飞行员 出现过这么句话 大家看学过三测 都能吃吧 还记得 He had traveled only seven miles across the channel when his engine failed and he was forced to land on the sea 他呢 穿越英零的海峡 仅仅呢 走了七英里左右 就是坐飞机了 飞了七英里左右 他的马达就出故障了 并且被迫降落在海上 这比雨期时间要短了 对吧 应该是26英里飞过去 结果才七英里 刚开始没多久 马达就坏了 Wayne 反映成旧 预期时间要短 那么这个Wayne 根据上下文呢 也能反映成然后 你看这个跟before 也特别类似 比如说我们看 在三测28克 五磅也太贵 这个出路 他也可以反映成然后 Shrugging my shoulders I began to walk away When a moment later He ran after me and thrust the pen into my hands 怂了起肩膀 我开始走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 他追上了我 然后把这个笔 硬塞在我的手中 这个Wayne在这翻译 然后 这个跟before 有意趣同乎之妙 当然Wayne 它有自己特色了 我们在根据上显文 有时候Wayne 也可以翻译成 尽管或者既然 表示让步 这个也行 咱们还记不记得 在第一课就讲过这个知识 这个时候 咱们一般不用before Wayne 开翻着尽管或既然 咱们先看看第五页 第一课的最后一句话 第五页 第一课的最后一句话 stone does not decay and so the tools of long ago have remained when even the bones of the man who made them have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石头是不会腐烂的 因此 这个在很久以前 制造的工具 保留下来 尽管制造工具的人的骨头 都已经踪影不见了 翻译成尽管 有时候翻译成既然也行 第一课老师讲过 Wayne翻译成尽管或既然 比如让步 是一般分的主句之后 它一般不分的取手 再看这部句话 why do you walk when you have a car 既然你有车 为什么走路呢 让步 既然一般分的主句的后面 一般这个时候 when不分的取手 这是when 可以表示才 可以表示旧 可以表示然后 跟before类似 但when表示让步 这个时候 一般咱不能before来替换 所以呢 有共同之处 也有差别 好 继续回到文中 那么过了多久之后 我们才肯定 一定要确保什么呢 All of the children could share in 石头你讲过了 分享或分担 这个knowledge什么呢 accumulated by the happy few happy老师说了 是幸运的 不要反正开心的 是多意思 关键是the few the few 少数人 但这个少数 不是指民族啊 种族啊 性别啊 或者政治观念上的这个少数 而是表示 有钱有事 那个特权节节 这个少数 注意 这跟那个 the minority不一样 minority一般表示在 性别方面的少数 意见观点的少数 信仰方面 民族方面的少数 the ethnic minorities 少数民族嘛 对吧 但是the few 一般都是指 有钱有事的 那些少数人 它的反义词是the many 我们说the majority 反义词是 the minority 反义词是majority majority是多数 这个多数一般指什么意见 或者看法 或信仰 或种族 或性别方面的少数 但是the many 一般指普通的老百姓 the few 那表示有钱有事的人 这个跟the minority majority 这组词要区分开 你比如说看 a government should serve the many not the few 一个政府应该为 普通百姓服务 而不是为那些特权阶层服务 为那些有钱有事的 少数人付出 这个时候用the many the few 是对的 如果你这话 should serve the majority not the minority 那闹笑话了 政府就不给那些民族 种族方面的少人去服务了吗 这一定是个邪恶的政府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注意这个the few 经常有一些修士语来限定它 比如说the happy few 幸运的少数 the privileged few privileged 叫有特权的 有特权的少数 这一般是在这些场合 本文中 the happy few 是固定搭配 好 整个句子我们看 这表明经历了多长时间之后 我们才认识到 有必要确保我们的孩子 享有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少数的信任者所积累起来的那个秩序 也就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 只有有钱有失的人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 痛臣了当代教育的弊端 尽管现在慢慢 这个义务教育慢慢还普及了 但是在很多文明国家还不存在 说明尽管慢慢有了进步 但比原社会在这个方面依然有所不如 这个句子看完了 我们再看在阅读真题中 有一个跟他非常类似的句子 句子结果类似 我们类似也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来 分析清了吗 看这句话 The 19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S shows how long it was before the Americans didn't mean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at women could share in the right to vote taken by the privileged few during the past few centuries 结构特别类似 美国宪法的第19次修订案 Amendment叫做修订案 注意后面借词跟2搭配 第19次对什么的修念 加to Constitution 老师说过是宪法 表明了过了多久之后 美国人才认为必须这么做 before依然翻译成才 过了多久之后才怎么样吗 dem necessary 这个dem还是认为了 DEM 一般国家事加了ED it 行事主义 因为它真正主义后面to do 然后有行事宾语 我跟你说 行事宾语 真正宾语是后面那个to do 前面necessary是宾语不足语 对吧 跟刚才结构一样 真正宾语说 to make sure 确保that还是跟 sure补充说明的从举 补充说明形容词的从举 确保妇女能够分享 这个投票的权利 sharing还是分享 什么投票权利呢 taken到寂寞 这是过去分子短片来修饰投票权利 被在过去少数几个世纪中 那些有特权阶级的少数 他们所掌握的权利 而现在妇女也应该 有这个投票的权利 整个具体结构 跟本文中是完全一样的 作者在第三段 进一步表明了 当代的教育非常可惜的 痛失了让每个孩子 接受平等教育的 最基本的原则 而最原则在原始社会 早就普遍使用 这是第三段 跟老师看到这里